位于竹山交流道旁的车龙谱断层保存园区开幕了 园区以天园地方的概念设计 里面有断层槽钩保存馆以及地质科学馆 民众参观之后可以多了解地震知识以及地质科学 历经十年筹建的竹山车龙谱断层保存园区在最近完工 民众通过参观断层槽钩保存馆增加了对地震的认识 断层馆我们历经了十年以后 我们现在挖掘出来 双方所代表的是我们地层的变化 经过了大地震 经过多年多次的大地震 而遗留的遗迹 让我们能够更了解以往的过程 对整个地质的一些变化 会比较有实际上的体认 因为是一个地震的原子 所以对我们来说 事实上会比较有亲身的体验 民众在断层空桥上 可以实地看到槽钩的断层泡面 亲身感受大自然神体的力量 在台湾的那个断层线 它是属于逆断层 本来是在很深的地底下的 它是经由地震这样逆冲上来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 它有断层线 解说之后发现 可以了解它断层的那个美妙的地方 知道说这个整个断层的状况 园区还有地质科学馆 让民众多了解地震地质 以及环境生态的知识 最主要在我们地质科学馆里面 我们要给观众带领 第一个关键就是 大家认识地质这种学 或地质的基本知识 第二个关键 它了解921地震以后 我们对竹山 或者对整个台湾的地形的变化 来这边看我以后 对921地震以后 就是对这边更有了解 4月底前参观断层保存园区 都是免费入园 民众或许可以走一趟保存园区 一探地表下的秘密 新唐脸的电视 肖镇中江北京 台湾南陀采访报道